現在呢,我們要來介紹這一台日本製造虎牌計算機的操作說明 好,首先這裡叫做輸入欄 這個地方叫做結果欄 好,那所以我現在來做加法 加減乘除都可以做 來,這個往前轉叫做加 所以我現在輸入1、2 可以看到這裡板桿搬到2 上面就會寫2 這是很好的機器,才有這個功能喔 古時候並沒有這一排 OK,這是比較先進的機器 20 好,調到25,25 這裡就寫25 25加一次 好 就是 就是25 好,25加25呢 50 好,25加35喔 好,50加35多少 85 85加146 85加146 好,計算機按一下喔 好,231 好,231加 好,加5257 加231 計算機按一下 5488 OK 好,這就是加法 非常的簡單 好,然後再來我們要做歸零 這個機器很先進 歸零在這裡 而且很好 這台機器幾乎是100分啊 操作非常順暢 OK 那這裡也歸零 歸零了齁 這裡也歸零 好,剛剛是加法 再來我們來做減法 減法 減法很簡單 我們一樣 好,這100 100先加0 所以就變100 好,100來 100-25 減,減往後轉 看喔,看這裡喔 100-25 變75 再減25 變50 好,減35 剩15 OK 再來有趣的事情來了 15-35 多少 他跟你講不好意思 複數我不懂 所以他就叮了 OK 好,所以35-15 15要減35 基本上不能減 OK 他會叮 好,這樣加法 減法都會的 加法往前轉 數字就會被輸入下來 減法往後轉 數字就會被減回去 OK 好,歸零 歸零 歸零 現在來看乘法 好 乘法就是加法連加幾次 好,就是加法 來我們來看 一樣25比較好理解 25 來,25乘以2是什麼意思 25加兩次 好,來 這裡記次欄喔 看一下 轉一圈他就會寫1 25乘以1 25 25 25乘以2 50 加3次 25加了3次 叫做75 25加了4次 叫做100 好,這是乘法 那我現在想要算喔 25乘以25 要怎麼算 答案就是捲25次 那很慢喔 要很久 那我們就要用借位這件事情 來 看到箭頭 指著10位數字 我們直接轉兩圈 1 2 各位數字 把它捲一圈 好,25 加了25 加了25次之後 答案是625 好,我們都有背過喔 25乘以25等於625 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乘法 好,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說 25要乘以35次 好,25相加35次 那就是這裡再捲一次 讓它變 35 好,來 25乘以35 按一下計算機 875 OK 好,那我說 我25想要乘以148 好 那簡單 我們到百位數這裡 1 好 4 148 25乘以148 答案是3700 OK 這就是乘法 好 歸零 最後我們要來做處法這件事情 好 處法這件事情 就是數字連續相減 可以減幾次 還餘多少 OK 所以我們先來看10-3好了 我先把10 弄到這裡 好 10-3 10-3 10-3可以減幾次 好,我們來看123 我們來用減的喔 那這裡我們要調到負 然後這裡調到負 然後這裡調到負 這樣 往後轉喔 來 10-3開始 減1次 減3減1次 剩下7 減3減2次 剩下多少 4 減3次 3 減3次 剩1 好 答案就是10除以3就是3於1 3次於1啦 OK 減4次可不可以 叮 就跟你講 複數不行 那就還他 答案就是3次於1 那我說 欸老師 我想要算小數點耶 可不可以算 好,小數點當然也可以算啊 我們用借位 借位 我們用借位喔 OK 先歸零 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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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擺一擺的就是小數點 我現在要把它設在D 10跟9之間 齁 那所以這裡要10跟9之間 好 那我們再把10給輸入下來 10 齁 輸入用加的 好 10 看到10對不對 這裡10 這個叫小數點 這個叫小數點 所以這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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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減幾次 那就是答案 OK 來看 減一次 剩下7 1 3 減一次 剩7 10減3 減一次 10減3減2次 剩下4 10減3 減3 減3次 剩下1 10 哇 不夠 好 你會聽到兩個鈴聲 借位 借位喔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1跟2對下來剛好又是一個10 其實它是1.0 懂嗎 那這裡其實是3.0 我們現在要算小數點下第一位囉 這就是建構式數學 一樣 1 2 3 到了這裡你會發現有釘 這樣回來就好了 OK 那就再借位囉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又是10 但是我們現在算的是0.1 但是如果借位來看的話一樣是10 好 因為我們算的是小數點下第二位了 好 這就是小學校學的借位嘛 OK 再見 有沒有看到3.33 這個是什麼次數嗎 即次欄啊 所以是3.3333333次 如果你一直算下去的話 看得懂吧 1跟2永遠在10這個地方 好 所以答案就會3.33333 好 這就是處法 處法的意義就是某數 減另外一個數字 可以減幾次 還餘多少 OK 好 就做到這邊 謝謝各位 Eg 感谢观看